大家好,我是Coco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主题是 女人单身久了,想找男朋友 这三个表现将会越发的明显了 第一点就是会跟你说 被家里面的人逼着相亲 想要你帮着解围 现在的社会越发的开放 自由恋爱那是人人的追求的 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的去相亲的 只有在内忧外患以及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呢 才会回家相亲 谈要他向你倾诉的话 可见是在给你最后的一个机会 希望你能做他的男朋友或者未婚夫了 直至日后的一个夫妻 如果此时你还不能把握机会的话 那女人必将会按照父母的安排来进行相亲 然后走向婚宴了 第二点就是会跟你说我玩够了 其实女人这样跟你说呢 那指明说明他确实是过发了单身的生活 想要平淡又安稳的家庭生活 此时的女人单身的一个世界是不能再长了 即便是恋爱以及结婚呢 在日后也是没有遗憾的 并且跟你谈论一个类似的话题呢 明白着是女人把你当成一个老实的男人 只要你愿意去 他就愿意嫁 女医生呢必将会对你呢 不离不弃的 第三点就是会当你的面说自己嫁不出去了 但凡女人会这样抱怨的话 那就希望你能够站出来 用实际行动来解决她抱怨的一个根源 想要跟你在一起 其实女人越是单身久了呀 就会越会变被动为主动开始倒追你了 只要你提出的要求 在女人承受的一个范围之内呢 女人那必然女人都是会顺从你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对本期的话题呢 有任何好的意见 期待你的留言分享 同时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 加收藏转发 市场创建议 市场创建议